特别是像陈芳敏这样子 把家庭或婚姻平权 弄到一个所谓民主化的论述上面 我觉得现在在推的这个婚姻平权 都不能够太自满 不要太骄傲 觉得这是一个多进步 或者多了不起的创建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就说我对这方面的阅读也是很初步 但我有一种感觉 就是说 现代台湾自由恋爱的论述的一个源起 其实是台湾20年代年轻知识分子 延续五四新青年的一个问题意识 那其实目前你去看家庭社会学的文献 主流的家庭社会学的文献 其实你去看那个 再说如果有念人文社会科系大一 可能会上那个社会学与台湾社会里面 就有家庭的篇章 大概就一定不可能略过这个东西 就是当时曾经的台湾知识分子 反帝反制反封建 那那个反封建就是特指传统婚姻大家庭 然后要破除传统封建家庭 没硕之言等等 然后要迈入现代变成现代元 要创造自由恋爱的家庭 但是我认为今天对于这个历史的回溯 就是太过理所当然的认为说 当时的这种追求现代 追求现代而现代也就等于 一夫一妻小家庭 然后它对抗的是前现代的 封建传统大家庭 我觉得这样子是一种 我觉得这样子的一种回溯 其实是很简化的 或者是说如果我们试图把当时的历史复杂跟皱褶摊开的话 其实我们会看到 就是20年代的时候 当时五四知识分子在谈的改良家庭 其实有非常多的复杂的光谱 就是包含说 你说那个时候 彻底质疑婚姻家庭制度 要公设育儿养老机关 打包孔家电 或者是说 比如说陈独秀以前说 人就是要根本的 不要成为别人他人的附属之物 胡适说反孝道 批判智人礼教等等的 那当时其实也有过 就是主张无官吏 无家长 无法律 无宗教 无婚姻制度的这种 无政府想象 认为必须要废除婚姻跟族性 并且建立公共社会 走向世界大同 这个其实是过去 其实曾经有过的这些辩论 那种类反应立场多样 可是我认为当中当然也是有修正改良 小家庭的这个支持声浪 所以为什么我要提这件事情 就是我觉得 嫔妃等一下应该可以补充 就是推荐大家去看我们那个 《不家庭》系列最后一篇 《嫔妃》提到冷战 为什么这件事情跟冷战有关 就是目前看起来就是国购嘛 就是其实从冷战后 宣称自己继承五四根精神要义 那国民党认为自己应该 因为偏居一个小岛 虽然被撤退台湾 但是其实它才是传承了 正统中华的这个道统 所以它尊儒啊 季孔啊 送阳传统美德 妇女德行等等 这个就是我们看到 从战后台湾的国民党的党国教育 希望女子身体的完整性 就是作为一个爱国爱家 那个操持负德的这个女性 那这是配合一个冷战的需要 也就是说看到这个 两个家庭改革的叙事 在冷战下出现了一个分裂 那为了跟共产党划清界限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两边的发展 其实也有分输嘛 就是特别是在文革时期的时候 都婚家彻底 共产党被婚家彻底批判 提出亲不亲接几分等等的 那么这件事情在台湾啊 当然不可能出现 因为为了冷战 或者说两岸分断的需要 必须要跟共产党做出区隔 所以台湾这边 即便国民党认为 它继承了五四精神 但是它的这个新青年 或者爱国青年 或者现在被认为 只是爱国青年而已 的这个论述 它永远只能回溯成 一夫一妻小家庭反封建 而当时反对封建家庭的这个东西 也就变得只是追求小家庭而已 那我认为如果说现在我们去看 家庭社会学的这个回溯 都一样直接到 就认为说台湾第一波自由恋爱的风潮 没有那个复杂性 也就是没有毁家废婚 没有批判家庭制度 没有追求世界大同 没有这些成分 而只是追求一夫一妻的这种当代家庭的话 我认为其实反映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说台湾如果说战后 或者说近代的社会运动的反对者 这里我不区分反对党 跟民进党 或者是说社运广泛的社会运动 政治上大家反对国民党 但是在意识形态上 其实继承了国民党的本战位置 也就是说现在在讲的婚姻平权 或者说同治婚姻 作为一个民主 其实这个民主就是很单边或一块的民主 那我们其实完全还是维持了那个 刨除了本来我们历史根源上的复杂性 然后顺应了国民党这种单极的历史叙事跟再造 所以我是完全认为说 这件事情应该再被摊开来谈 包含说认为婚姻平权就是台湾民主化的一部分 或者说认为说现代的人比以前的人进步 以前的人是没有过这些讨论的 那我这边举一个例子就是说 1930年的时候 其实大家这个网路上资料很好找 就是当时国共合作之前 所以国共其实还在很高张的状况里面 中国共产党跟苏共曾经联合成立了一个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那那个时候国家曾经翻布婚姻法当中第九条 男女一方坚持要求离婚的者 即行离婚 这是当时那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的第九条 我认为从今天的观点来看 这个法律也就是婚姻法 它甚至不是在婚姻之外搞一个伴侣制 这个婚姻法从今天的观点来看 它甚至比当前的台湾 当前的认为自己是进步改革的 推动民主化的伴侣制度都还要更文明进步 所以我觉得说要谈这一块 第一是要打开另外一半的视野 就是说冷战隔绝的另外一半的历史经验 那第二个事情是说不要太自满 不要觉得自己是已经是一个民主的优先者 然后我们的民主的推动是相对于不民主的另外一边 然后我们是在这个历史正确的这一边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想要做这个补充 那我希望那个刘仁邦老师或丁来飞老师 蛮希望听到他们可以有更进一步的深论这样 好 我讲到这里 谢谢 其实我觉得刚才就是立新员工的发言 反而可以算是一个接轨 接到我本来想讲的最后一点 就是说一直到就是酷尔理论 或者说身为一个所谓的酷尔研究者 开始介入某一些看似业务范围之外的状况之后 总是会有一种声音回来 就是一种看似就是保留性的声音 或者强大的抗议的声音 有一个事件是发生在去年 就是九月两岸十月初两岸三地 就是中央的性别研讨会的时候 其实是两位年轻的统治 就是来告诉我说 人总是以自己的位置为出发点 我觉得这边很好玩的意思就是说 对于我们谈可以说 女性主义多少过除了一些名字 就是说并没有那种纯粹个人 或纯粹的macro的大的政治 而是什么都可能是个人敌政治者 或是政治绝对不可能脱离你这个个人 但是目前的现在的 我姑且称之为就是新的好的 就是超法理发展的性别政治是企图将某些个人顺位 看得比其他的个人的政治性的都更加重要 否则就不会有一种说比如说为了反独更 就必须谈其实在场的人没有多少人会去赞成或活在这样的一个 王家三代同堂然后就是母亲都会只是哭 然后爸爸很强势 然后产权都在这个父系家长这边 实际上複雜度不愿意被谈出来的这一点可以说是目前的一种 就是如同老卡刚才讲的就是 比如说某一些团体他企图带出一个表面上非常性别平等的 或者是性别均匀的状态 而这个均匀却造就某一种 我会称之为那个各种性别各种不同的性别的被排除性理基 某一种看似多元可是实际上是很单调的那个性别的那个 姑且称之为就是加寻化吧就是domestication 那我要谈了一个跟现在的同婚政治很惯的就是 某一些位置他就是实际上他也是太普通了 或者说他的普通是一种很开明的普通 所以他你要去支持同志没有什么好可以支持的 到这几年才突然发展出一群 我称之为叫做进步开明的道德中产 异性恋良性公民性 这种公民性他就只能支持同志婚姻 但是很清楚他不支持同志 他不支持同志婚姻之外的什么各种有的没的 不只是性而有可能发言也是 就举一个很有趣的例子 大概在上个月底就是11月30号 那个护家门大邮请的时候有一位就是文坛作者 就是可能他是一个新兴的作者 我不讲他是谁 他在脸书发表了一篇文章就是说 他去跟季承德斯基吵架 这个季承德斯基是一个底层 就是一个反同志的底层 而这个底层季承德斯基认为同志不可以结婚 那这位就是发言者他认为说就是 孔承德斯基应该要值得被永远不得翻身 那这个对于就是阶级这么强大的一种凝固的排除 让我很不高兴 我讲话像一个不客气 我也就讲了就是说孔承是非常可恶的事没错 可是你做的事情并没有更不可恶 或者说那不同的可恶 那结果这位他也看出我是谁 所以说这个例子很简单 他不支持被招安之外的同志 就是说不管你现在称呼也同志或酷 其实大约没什么两样的话 就是说你如果去收了 就去跟他鼓掌说你好棒喔你好棒喔 就是说现在很多异性恋公民性 都是来等着来被拍手说你好棒 也就是说同志其实不等 就是不去跟他拍手 俨然都快变成一种罪过了 这种奇怪的道德良心忠惨 等着我们来对他拍手说你好棒 魏常伯瀚立新的一种 他自诩是基督教 但是也赞成多元成家 是一个非常奇妙的 我认为是非常卫君子式的道德现代性 是不是就是要去 捕摸到浩宗所讲的 我们都好自满 我们好进步 这个东西的位置很奇妙 而且我不知道在场的其他人怎么样 不过我跟那一位就是发言着吵了之后 然后后来当然就听说 他就就是对着他的读者诉哭 读者就说这是个疯子 认为现在其实对于不拒绝被 被就是被施舍这种道德恩惠的 任何位置任何声音 就是个疯子这件事情 如果酷儿还不提出介入的话 那我真的觉得我们都不要活了 谢谢 可拉网的朋友问的是台上的 那我坐在台的边边 也算台上吧 我有一点想回应他 好 朋友 他问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同婚可不可以作为一个阶段性的目标 哇 这个话我听过很多遍 作为老人这种话我听过很多 1980年代末期解研以后 所谓民进党人士就说 跟公运 跟富运 跟还运 跟所有的这些民间的社运团体说 我们先一起打倒国民党 换了政权以后 我们再来谈社运 1990年代的时候 过去的一些女性主义朋友 就说我们想